中文字幕——YK 和太平洋国家深化经贸和安全方面的联系 引发西方的高度关注 上个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 消息一出在西方立刻炸了锅 刻意渲染此举的深远影响 还说中国未来会在此建设军事基地 尽管王英外长在访问所罗门群岛的时候 明确表示中国无意在所罗门群岛建军事基地 然而中国与太平洋国家深化合作扩大交往 还是引发美国在该地区盟友的深层次焦虑 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据表示 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就是南太地区的首选伙伴 但因中国在此扩大影响力 澳大利亚必须有所回应 太平洋岛国究竟有何魅力 引发中澳两个大国同时在这个地区竞争影响力 王英外长此次外访有何战略意义 好 今天晚上凤凰全球连线苏瓦现场 有凤凰卫视特派记者杨海英 上海现场请到的是华东师范大学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宏 北京现场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所长藤建群 三方连线分析 泰西尹中澳外长同访南太 刘四号的追踪报道 27号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抵达本次南太平洋十天八国访问之旅的第二站 与中国复交两年多的基里巴斯 并分别与基里巴斯总统兼外长马茂 以及副总统托尔图会晤 而在26号时 王毅就已访问了这次南太岛国行的首站 与中国建交两年多的索罗门群岛 并分别与索罗门群岛总理索家瓦雷 外长马内来 以及代总督奥地进行会面 王毅在与索方官员会面时表示 中索建交时间不长 但开局好 起步稳 发展快 事实证明 索方做出索中建交的政治决断 完全符合时代发展和进步潮流 针对广受外界关注的中索安全合作 王毅在访问期间进一步阐述了三项原则 强调这是充分尊重索方国家主权 并以索方同意为前提 指出中索安全合作光明磊落 不针对第三方 也无意建立军事基地 同时合作与地区安排并行不备 稍后王毅还将在斐济主持 召开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王毅抵达索罗门群岛展开南太访问之旅前一天 刚刚走马上任 并才刚刚结束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峰会的 澳大利亚新政府外长黄英贤 就有急匆匆飞王匪计访问 还对南太岛国发出暗示性威胁 实际上自索罗门群岛警方 今年2月开始陆续发布 中国为索方提供警用物资支援 和警务培训交流相关信息和照片后 澳大利亚与美国等就已开始 对中所正常警务与安全合作进行抹黑 而当中所4月证实两国已签订安全合作协议时 澳美更是大肆炒作抹黑中方的同时 还试图威胁阻止地区国家与中方合作 然而澳方自身早在2017年时 就已经与索罗门群岛签署了 类似的双边安全条约 并且早已长期派遣警方人员进入索罗门群岛 进行警务交流和协助维持治安 对此 王毅在访问索罗门群岛时强调 太平洋岛国不是谁家的后院 对中所正常安全合作的任何干扰破坏 都不可能得逞 澳美为何急于针对中所安全合作协议 中国与南太岛国合作将达到什么高度 澳大利亚为何急于维持在南太的霸权 一边谋共赢 另一边谋独赢 好 南天苗岛国的这次外访行程 为什么引发西方的敏感的神经 到底刺痛的点是什么 以及怎么看中国和这个地区 未来深化合作的前景 今天请出国防嘉宾和记者 做深入的分析 首先请出在上海现场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主任陈宏 陈主任 给我们简单地概括一下 十天八国 南太岛国形 这次外访的重点和看点是什么 这是王毅外长出访嘛 就是说它主要还是 实际上是中国和南太地区 合作的一个部分 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并不是说是有意识要针对谁 或者就具体要针对什么国家 本身来说就是中国和南太岛国之间 的一个合作的其中一部分 那么其中的话 主要是要走访 那个七个岛国和一个 就是东帝问 东帝问它本身来说 它不算是一个岛国 所以它等于就是说 七个岛国和东帝问 再加上还有三个国家 其中一个国家 它是进行所谓的云访 另外那两个国家 进行视频的这样和那个就是那个 和当地领导人进行视频的这样的对话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本身就是可以看得出 它是用心良苦 因为它是具体的一个个国家 到处去进行这样一个走访 而并不是说单纯只是说 敷衍了事 比如说我们记得 比如说像二月份 当时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到那个就是斐济 他在斐济通过视频方式 找了17个国家的领导人 在视频进行这样一个对话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王一外长他是一个个国家 就每个国家具体的情况 根据他们当地的情况 和他们进行这样一个对话 进行这样一个会谈 而且都是有实质性的这样一个对话 实质性的这样一些协议 或者是MOU的 就是那个量级备忘录的这样的签署 所以我感觉就是 本身来说我们看得出 中国是实实在在地对待 当地这样一些国家 而且在当地国家的话 是实在地想为当地做一些事情 而当地实际上对王一外长 对中国的这样一种合作 是充满诚意 也是充满欢迎的 好 谢谢 谢谢陈总主任 好 在北京现场 再为您请出的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所长腾建群 腾主任想请你跟我们科普一下 就是南太平洋岛国 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尤其是军事和战略方面 到底中国有何重要的意义 因为大家都说 它处在美国第一岛链 和第二岛链的这个核心地带 那到底这个第一岛链 和第二岛链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其实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 应该是在冷战开始的时候 由美国方面提出了 这样一个概念 包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 相关岛链 包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 一些岛屿组成的这样一个 由这个岛礁 或者是岛屿构成的 这一系列的 这个像链条一样的 这种岛屿体系 你比方说第一岛链的话 它主要是韩国 日本 还有这个中国 台湾 那么菲律宾等国 那么从整个一个岛链来说的话 它主要是依靠这些岛屿 作为一个依托 来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 这个不同的 这个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 国家进行遏制 那现在岛链来对中国来看的话 已经不是什么重要的障碍 比方说中国的海上力量 中国的空军 也可以到西太平洋地区 进行游异活动 同时我们看到 在南太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 中国也派出了军用的运输机 到这个地方提供一些援助 所以对岛链来说的话 这是一个冷战的概念 而且这也是欧美国家 特别是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 长期以来企图导链 来遏制中国的一种选择 目前来看的话 这些导链 因为太多时机 特别低导链 已经被中国的军事能力完全突破 这要牵手到 就是中国上个月和索罗门群岛 签了一份安全协议 这个协议的消息一出来 我看到西方国家非常的敏感 就立刻派外长或者是外交官 赶紧赶到索罗门当地和进行沟通 然后试图还撤回这个 然后另外一方面 那西方媒体拼命渲染 这个安全协议 可能会对地区安全啊 等等带来的深远影响 团圆群所长 这个安全协议 为什么会引发西方国家 这么敏感的一个反应 他们是不是过度反应了 因为刚刚在片中当 也说澳大利亚其实2017年 也在当地培训警官啊等等 为什么中国不可以 其实说是安全合作 倒不是说是警务合作 因为我们在所罗门呢 它只有800名警察 它没有武装部队 所以呢社会的治安呢 主要是由警察 那么有的时候呢 还邀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派出军队到这个地区 维持和平 那么我们都知道 去年年底的时候 所罗门首都呢 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 那么现在中国方面呢 跟所罗门方面达成了警务合作呢 主要还是要帮助所罗门 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维护整个一个社会有序的发展 它并不是说什么军事合作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军事基地建设 有相关的培训 相关的轻武器的这种提供呢 应该说完全是社会治安的需要 对于澳大利亚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构不成任何的挑战和威胁 但是现在来看 我们都知道 美国呢 现在不断地渲染中国威胁论 那借此呢 发挥认为中国在这个地方 构成了对于澳大利亚 对于地区国家的威胁 这显然呢 是诱导这些岛国 同时呢 也抹黑中国的一种选择 我更感觉呢 在当前形势下的话 王毅国务员到这个地方问了 其实就是针对当前 包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 在这个地区 企图搅局呢 来访的 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 外交等方面的合作 那么警务合作呢 也是重要内容 主要呢 还是固化 现在已经取得了 中国跟南太部分国家的 这种外交成果 好 谢谢藤群 所长 好 我们再来看就是 王毅外长 这次南太行的一个焦点 就是将在斐济召开中国 和太平洋国家的 第二次外长会 然而在王毅外长 到访斐济之前 澳大利亚的外长 就率先抵达斐济 而且呢 就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连线 正在斐济采访的记者 男孩英 结果我们看到 澳大利亚的新任外长 黄英贤 他是刚刚和新总理 在东京参加完 跨的峰会 不到24小时 立刻赶回斐济 然后来试图巩固 和当地的这个关系 就是为什么 他去斐济这么急 他这次访问 主要谈到哪些焦点 实际上澳大利亚新政府 承诺在海上安全气候变化 增加援助 和允许太平洋岛国 公民移民澳大利亚等方面 做出了一种承诺 实际上这个气候变化难民 澳大利亚在这方面 也是做得非常差的 以前几任政府都没有松口 让这些太平洋岛国的公民 移民到澳大利亚来 但这方面新西兰做得不错 那么他们主要还是要加强 支持这些岛国 那么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今天也来访问斐济 他表示中国已经表明意图了 那么澳大利亚新政府 也应该有相同的意图 希望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大的 太平洋家庭 那么当然了 很多人都在关注 澳大利亚同南太平洋岛国的 国防防务合作的计划 实际上澳大利亚从二战后 就同这些岛国或多或少都有防务合作 这种合作是一直在延续当中没有停止过 如果说你去过岛国 这些岛国你走一圈 你走三个国家你就知道 他们连警服都是澳大利亚的标志 澳大利亚提供的这种样板 所以说澳大利亚在这里实际上经营了很长时间 那么还有两年前我们还要提到的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澳大利亚想成立一个叫南太平洋支援军 南太平洋支援军的这个总部可能就会设在斐济 同时另一个司令部设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 形成一个机脚对应 那么所以说澳大利亚确实也是很担忧 中国进来了 你现在我的后花园 对吧 因为前面澳大利亚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澳大利亚前面一穿珍珠链的岛屿都是这些岛国 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很巧 我今天下了飞机之后 海关看到一个澳大利亚的记者 ABC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他也带着摄像准备奔苏瓦来了 来干嘛 来就想采访吧 采访这个王毅部长和这些外长的会议 这个人实际上是很反中国的一个记者 所以说今天我们碰到之后 大家都愣了一下 挺有意思 反正这两天的斐济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焦点 因为斐济有这个岛国明珠之城 因为这个国家它的基础是建设比其他国家都好 因为它的这个开发的比较早 所以说它这里的人文各方面都比巴布亚新几内亚 还有其他岛国还要来的成熟 所以说这个中国跟斐济的合作 跟太平洋岛国论坛 你想想看 这合作了已经很多年 而且是中国要给习近平倡导的这个太平洋国家发展论坛 还有就是我们也记得习近平主席当年访问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时候 这些岛国的领导人都去了 都去了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 同这个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见 那当时因为由于是斐济的总理没有去 是因为当时斐济这个总理正在选举 所以他没有去 但是他也派了代表去 所以说中国和岛国之间的这个合作 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澳大利亚呢 就是放在那啥也不管 但是现在美国人可能提出 你这跑这来干嘛 要搞点军事行动什么之类 这简直是就是胡扯 那根本不可能 中国已经在这发展了那么多年了 哪有一个成为军事基地 这些就是说 就是这些他们就要挑事 好 谢谢海音 就这个部分我来请教一下陈宏主任 其实说到就是南太平亚岛国 比如说索罗门现在导向中国 你觉得有没有跟澳大利亚过去疏于经营这块地方 或者是说口惠而实不至导致当地的人对他的一种不信任有关 你怎么看 对 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 就是因为就是澳大利亚 刚才海音也说嘛 就是长期以来实际上是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 包括澳大利亚 在那个就是南太地区 你说澳大利亚实际上是南太地区 它是最大的那个就是donate 最大的那个援助国 但实际上它的援助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的 比如说它是以一种比如所谓的制度建设 所谓的能力培育 所谓制度建设是什么呢 在当地比如说支持这个那个就是男女平权 支持比如说同心的权利 这当然也很重要 这是社会进步的一部分 但是问题是大量的资金是花在这些东西上面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在那里的话 它是为了要进行互惠互利 它就是说中国在当地有经营活动 有这个就是营商活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中国在那里是修建公路 修建港口 包括是帮助他们就是建设这个学校 建设这个医院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能够培养这个当地的这样 一方面是一个培养这个当地人仔 创造就这些机会 同时实际上就是 更新当地的这样一种 那个就是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实际上是对当地也有好处 就发展当地经济 同时也是提升当地的民生 就是这样的水平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中国自然来就得到了当地这样一种支持 得到当地的欢迎 而且从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话 它反复就是搞这样一种 所谓的制度建设 实际上就是要移植 和强加西方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 西方的政治理念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刚才说到口慧而实目之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实际上作为就是 就是澳大利亚来说的话 它似乎在花力气 但实际上它这个力气的话 它是用政治导向的 而中国的话互惠互利 这样一来的话很清楚 这样一来的话 本身作为这个南海地区的话 自然来也就会欢迎中国的存在 欢迎中国这样的合作 而且中国和南海地区的合作 确实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对 所以我们就看到澳大利亚方面 是真的是有一种深层次的焦虑 而且不仅是焦虑 现在开始疯狂地找不 就包括就是最近它宣布 狂撒钱5亿澳元 然后援助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但我们看到这个王毅外长 在访问索罗宝群岛期间 其实和当地也达成了八项共识 包括基建啊 这个网络安全啊等等等等 你怎么看就是中澳两国 在这个地区的这种竞争 就是会怎么影响 中国和当地深化经贸合作 首先我感到中国也不意 和任何国家在南海地区进行竞争 因为中国并不是讲究一种排他式的 这样的合作 并不是说我在那里和别人进行合作 就不允许别的国家进来 我反正这方面的话 中国这点非常坦荡 就是甚至于中国曾经明确地表态 就是中国愿意在南海地区 和澳大利亚共同和当地 开展这个就是经济的合作 这点中国实际上是非常坦荡 光明正大这样的情况 所以实际上中国不倡导 所谓的非子即彼的 零和式的这样的游戏 并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问题是作为西方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 就是在当地的话 他认为就是 这是他的势力范围 刚才海英说到 认为他是一个他的后花园 认为他是一个后院 后院什么概念 所以当时那个时候 所罗门群岛的总理 他严加斥责 他说请不要叫我们是后院了 后院是为了对方垃圾的地方 你要帮我们看出 对方垃圾的地方吗 你要尊重我们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这样才是中国在当地取得成功的 这样个秘诀 对 而且我记得 这个所罗门总理 他觉得非常失望 就是他说当时是从电视上看到 知道美英澳三方签署AUKUS协议的 然后认为 就是澳大利亚事先没有知会 然后就感到非常的失望 所以这也许也是 就是所罗门群岛对澳大利亚方面 深层次不信任的其中一个表现吧 好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聊 一会儿再见 好 看到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 扩大影响力 现在澳大利亚急了 紧急宣布要对南太平洋岛国 狂撒钱帮助盖基建 这能成吗 我们来请教一下 长期在澳大利亚采访的杨海英 实际上想问问 你采访这么多太平洋岛国 他们对于中国的诉求是什么 以及怎么看待中国和澳大利亚 同时都是援助或者同时做基建 他们的不同 实际上他们的诉求非常简单 就是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 民生扶植改变 基础设施建设改变 他们的公路都非常非常差 阿尔战 你想索罗门我去过 那都是阿尔战时期留下的公路 日本人盖完之后前面弄一段 后面一下雨又给冲掉了 所以说澳大利亚的问题更为严重 刚才陈锋教授也说到 援助搞基建 你援助搞基建 澳大利亚是援助搞基建 但是那个围包现象非常严重 澳大利亚两三个人成立一家公司 把政府的钱一拿 跑这来勘察完了之后 啥也没了 人家找人呢 公司倒闭了 把钱给拿了 在这种现象 在所有的岛国非常普遍 非常普遍 你走过这些地方 你都会知道哪条路是谁盖的 盖完之后 一下雨全部冲掉 实际上我们的是 我们的基建 我们不但来帮你 帮你来改建 来建造建设 同时我们还带了资金 同时我们还提供 我们的技术标准 实际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公路设计技术标准 已经实际上已经很落后了 中国的在这方面 有很多的专利 他们可以在这里为他们建设 而且速度保质保量 保证速度 这一点 中国公司在这里 所有的岛国 我走过的地方 都是口碑在在 就是说 澳大利亚 实际上当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前任外交部长 毕晓普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实际上也 实际上澳大利亚和中国签署过 一个一带一路 倡议第三方合作国 第三国合作协议 这是澳大利亚签署的 他们也试图想通过 同中国合作 来帮助 这些岛国的建设 但是从目前的 整个政治环境来看 尤其是美国的高压下来看 这个合作 我看可能是不太有可能进行 所以说澳大利亚承诺的五个亿 哪里来呢 澳大利亚自己本身是 COVID-19之后是债务累累 它要投五个亿 我们还有待遇进一步的观察 好的 所以在这个太平洋岛国眼中看来 中国和澳大利亚应该选哪一方 更靠谱 心中应该是有明确的答案 好 我们再来展望一下 中国未来和太平洋岛国合作 会有怎样的一个前景 那在几样召开的这个斐济峰会上 外媒已经率先报道 我们会倡导这些国家 签署一个项目为期五年的区域协议 就除了扩大安全合作之外 中国还会帮助这些国家 培训警察 外交官 建立孔子学院 甚至外媒报道说 探讨中国和太平洋岛国 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 来 腾所长 怎么看这个前景及这个协议 如果真的落实的话 会带来的影响 应该说这个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不管是从长期性还是从它的复杂性 我觉得都显现出中国政府这种负责任态度 我们包括在一带一路推进建设当中 特别是海上四周之路建设当中 已经把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纳入其中 我们的这种倡议 它不是说去在这个地区 谋取什么中国个人的 或者各国家的这种利益 它更多是从地区的发展 从双方互利对等 这个开放包容等各个方面进行合作的 所以对于太平洋岛国来说的话 他们现在面临的 比方基础设施方面的这种落后状况 那么中国在基建方面又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如果说利用中国的这种基建能力 可以迅速地改变他们的基础设施 同样的也会改变这些社会的生活 方方面面 我更感觉从未来来讲的话 至少在政治层面 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和南太平洋国家这种互动 非常的多 包括国务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这次访问 其实它是一个政治信号 就是继续强化双边的合作 那么从经贸层面来说的话 因为中国和南太平洋国家 有很大的互补性 所以生化合作还是很有久远的 会有长远的这种利好 那么从地区稳定安全合作方面 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利好 我们不是说在这个地区 要显示自己的存在 或者是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安全 我们主要是帮助这些国家 特别像这些岛国在警力不足 在这个安全防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给予适合儿子的帮助 首先是不干涉这些国家内政 所以从这个政治 外交 经济 甚至在安全防务的合作方面 中国是愿意给这些国家提供利好的 同样这些国家也可以搭乘 中国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快车 迅速地改善他们的民生 提高他们的发展速度 好 所以可想而知 中国在南太的外交 应该是外交的非常亮眼的一笔 让我们期待飞机峰会 召开的一个最终成果 今天非常谢谢各方记者和嘉宾 做了深入分析 谢谢收看《全全连线》 下周见 十 8하게市场 Bever 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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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w 问你什么想法 我是我至少年的表达 问你什么考法 我的世界我的疚瘩 哦哦哦呜